姐妹就是神所亲爱的孩子们 大家主的平安 大家晚上好 我们在几个星期前 就是在大家当中分享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就以这个越南书 我们一起来查考 那个时候在越南书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就是 上帝差派这个先知越南呢 往尼尼维这个地方去 尼尼维是当时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 然后呢就是要他把这个神的话语 带到敌人的当中 但是这个越南第一因着他害怕 第二因着他觉得 我不要把福音传给我的敌人 我把福音传给我的敌人呢 等下他们蒙上帝的祝福 蒙上帝的拯救 哎呀我的心很不平衡啊 于是呢 这个耶和华上帝要他往右边去 尼尼维去 他偏偏就要往左边 他的心呢是想要去到 他是这个地方 他是当时的世界呢 天涯海角 当时的世界所知道最远的地方 上帝要我去东边 我偏偏要走到西边去 他尝试要躲避上帝 躲避耶和华 这个字眼呢 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出现两次 就是强调这个先知 我们很纳闷 我们也许觉得 哎 很不能明白 先知嘛 应该是灵命比我们都高的 先知嘛 当然是最明白上帝的 先知嘛 神所差遣神所呼召的嘛 当然就是非常顺服的 偏偏就是这个越南 他就在这一次的事情上 他就不顺服上帝 于是呢 他就从越帕 就是离开他所居住的 这个北国以色列国 撒马利亚首都 最靠近的一个港口 就是说 他要躲避上帝 他要逃跑呢 就是找最快的地方 然后想要坐船 渡过 从东到西 渡过这个地中海 想要往他市去 我就不再重复 这个第一章里面的 这个的情节 就是呢 至少我们来做一个的 回忆吧 做一个的小结论 就是呢 你以为代表上帝 呼召我们要传福音的地方 他是 是我们因为 我们个人的关系 我们个人的因素 我们尝试要躲避上帝 而越帕 越帕是我们 曾经跌倒的地方 就是我们尝试 要从那边开始 要逃避上帝 但是 从越南的时代 过了八百年 来到新越的时代呢 越帕却成为彼得 就是这个使徒彼得 他再一次 领受这个异象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 越帕这个地方呢 使徒彼得 领受的异象 他就突破了一个 正统犹太人 不愿意接触外邦人 不愿意接触他这些 他们认为不洁净的 非犹太人呢 他突破了这个心理障碍 把福音呢 在使徒行段里面 第一次非常正式的 传到外邦人 或者是非犹太人当中 当圣经这么说 当彼得一开口讲的时候呢 圣灵就降临 哇 彼得很惊讶 圣灵降临在 这些他们原本看为 不洁净的外邦人身上 他就忽然间恍然大悟 明白过来 啊 他们 就是这些不洁净的外邦人呢 也是上帝所悦纳的 福音就这样 从犹太人当中呢 突破 传到外邦人当中 就开始预表了 福音要传到地底去 而我们这个越南书 第一章最后一节 是怎么结束的呢 最后一节那边说 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 吞了越南 他就在鱼的肚子里面 三天三夜 就是他尝试要躲避的时候 大概在这个地方嘛 我想大概就是那个船 离开那个的越帕 这个的港口不远的地方嘛 就起了大风暴 然后这个越南知道 我是不可能逃避上帝的 他就知道只有 他就讲 把我泡在海里面 然后呢 这个海就恢复了平静 然后神安排一条大鱼 吞了越南 我们上一次的 这个的查考第一章 就是停在这边 好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谦必在主的面前 但我们继续要在越南书里面 查考 我们尝试要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尝试要寻求 当越南跟神之间 这个互动当中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功课 我们交托在主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借做送赞 我们借做饼和杯 我们来纪念 耶稣基督的爱 主要让我们今天 我们聚集的时候 不是因为一个热常的习惯 不是因为一个 机械化的一个的聚集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 主你的荣耀在这边 因为我们知道 主你的救恩在这边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同心同意 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建立 神的宝座在这边 当神的宝座建立在这边 神的全能 神的荣耀向我们招要的时候 我们就被你祝福 我们就被你触摸 我们就被你引导 我们的属灵生命 能够更加的成长成熟 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们更加真实的 求主引领我们 进入你的话语里面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 建立在这个正确的 圣经的教导 我们的属灵生命 我们对主你的信心 我们能够继续的 即使我们人生当中 有遇到怎么样的 一个的患难挑战的时候 我们依然知道 主你爱我们 主你保守我们 主你赐福我们 我们恭敬在你面前 求你向我们说话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们在平静的 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 忽然间发生一些事情 忽然间发生一些事情 导致我们的生活的持续 大受干扰 或者是影响我们的情绪 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 忽然间陷入一个极度的低潮 陷入一个极度的低谷当中 又或者是我们的身体 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一场大病 我们正不知道 主啊为什么 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又或者是我们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有一些生命的危险 在这些生活里面 我们面对的困境 在生活里面 我们面对这些的死因忧谷 在生活里面 我们面对的这些危险呢 各位 与我们信主多久呢 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说我们信主越久呢 越不会遇到这些东西 它是没有关系的 这些的困境 这些的困难 这些的危险 跟我们多熟悉圣经 没有关系的 这些的困境 这些的死因忧谷 这些的挑战 这些的眼泪 也跟我们有多殷勤 侍奉主呢 没有关系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东西发生呢 是可以发生在我们 任何一个人身上 当然有时候 追根究底 一些的原因 是我们自己负责 我们自己找来的 神明明说不要这样做 我们偏偏要这样做 结果呢 犯罪的后果就领到我们了 但是呢 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是无辜的 有时候是别人犯罪 导致我们受牵连 一个很初心 一个很自私的 事迹 闯红灯 结果使得我们遭受到危险 有时候我们 一直追问神 为什么这些事情 会发生的时候 很多时候 其实是没有答案的 这样的话 当我们说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当飞来横祸 当有意想不到的 困难的时候 当这个大环境改变 有时候是政治的原因 有时候是这个环境的原因 我们无从解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上帝啊 为什么 你会让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各位 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的人生是 风平浪静 或者我们的人生是鸟语花香 或者我们的人生是一弯风顺的时候 我们说 主啊我爱你 主啊我福福敬拜你 很容易的 但是当这些 刚才提到的这些 的困难 苦难 挑战 一再的在挑战 我们的信仰 的信心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也是常人 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正常的人 什么时候我们 千辈的这么说 我们也是一个软弱的人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在我们身心灵 都极度的疲倦当中呢 我们有什么出路 我们常常说 上帝是我的盼望所在 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 终善围绕耶路撒冷 主也照让围绕我们 我的帮助 从照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但是当真正的挑战 来到的时候 当我们这些的宣告 又意味着 怎么样一个信仰的告白呢 我们这些的宣告 还有宣告之后 我们面对苦难 挑战 危险 我们的心态 又是怎么样的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所爱的儿女们 我奉耶稣的名 邀请你打开悦拿书 我们打开主的话语 我们打开悦拿书第二章 今天晚上我们就继续 我们的旅程 我们来学习 悦拿书第二章 当然我知道悦拿书 在旧约里面 比较难找一点 但是没关系 慢慢找 让主的话语 亲自向我们说话 很多时候容易的东西呢 通常没有什么价值 困难的东西 很难得到的东西 往往就是有它的价值 难怪耶稣在信约里面 耶稣这么说 那些窄的门很难进的 那些小的路很难走的 走在上面的人很少 阔的路 阔的门 很多人走 因为很容易 但是耶稣说 大的路 阔的门影像是死亡 窄的门 小的路 很难走 要付代价 但是呢 是引到永生 所以各位 没关系 很难找吗 越拿书 慢慢找 好 我们来读 越拿书第二章 不长 只有十节而已 我读给大家听 越拿书第二章 第一节 越拿这个先知呢 他在渔夫当中 祷告耶和华 他的上帝 他就这么祷告了 第二节 他就说 我遭遇患难 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身处呼求 你就伏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 圣烟 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 轰桃 都慢过我的身 我说 我从你眼前 虽然被驱逐 我仍要 仰望 你的圣殿 诸水环绕我 肌肤淹没我 圣烟围住我 海草 缠绕我的头 我下了三根 地的门 将我永远关注 耶和华 我的三地 你却将我的生命 从坑中救出来 我的心在我里面 划分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面前 那信封虚无知神的人 离弃怜爱 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 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喜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 出于耶和华 最后一节 第十节 耶和华吩咐鱼 鱼就把 越拿 吐在 汉地上 各位刚才 章中 很多的部分呢 是越拿的祷告 是越拿的一个 护求 就是我们今天 我的分享里面 我们的主题 我们护求 神的 拯救 但是你知道吗 越拿 在 这一个的 祷告的时候 越拿那时候 在哪里 越拿那时候 在鱼的肚子里面 我相信是非常 狼狈 我相信是非常的难受 我相信是非常的臭 我相信呢 是越拿 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他想起了 我唯一的盼望 救恩 出于耶和华 我唯一还能够 活下去的理由 因为 我的主 是 耶和华上帝 因此他就 画出了 这样的 一个的 祷告 各位我们来继续看 特别是今天晚上 让我们学一个 神学的词语 你可以跟别人说 我也是读过神学 我也是会一些 神学的学义 就是我们来学 什么叫做神的主权 神的主权就是 神能够为他的旨意 他不受任何人 任何事物 任何事情的影响 他有他的主权 他有他的主义 来做 他认为 他要做的事情 但是各位 这个神的主权呢 我们不要把他思想 不要想到是 神是任意妄为 神是把我们当作 棋盘里面那些棋子 任随意的摆布 我们要我们这样 要我们这样 要我们这样 不是 神的主权呢 是建立在哪里呢 神的主权 是建立在 他的慈爱里面 神的主权 是建立在 他的心识里面 神的主权 是建立他 全然美善的 旨意里面 因此我们就有信心 即使是 因为神的主权 正如月娜这样 神的主权 让他落在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地步 我们依然相信 神是拯救他的 神是要祝福他的 当我们更了解 我们更认识 什么是神的主权的时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真能够 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把握 当我们能面对 顺境 我们感谢神 当我们面对 逆境 我们知道 神的主权 让我在这样的 一个处境里面 但是有神的慈爱 有神的信实 有神的应许 在当中 我依然能够 有信心前行 神的主权 丰富我们的生命 神的主权 丰富我们的信仰 神的主权 使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 把我们的信心提升到 另外一个 更高的 一个的level 更高的一个阶段 使到我们的信仰 真的是 信靠一个又真 又活的上帝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第二章 第一节 刚才你听我在念 今天我们要传讲的 这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非常轻易地 察觉到 先知越南 正处在一个 极度糟糕的环境里面 正处在一个 用广东话说 睡都提得 真的是在一个 最糟糕最糟糕的 一个处境当中 如果我们还记得 第一章的记载 我们就至少知道 为什么越南 会落入 一个尊贵的先知 一个人人敬爱 人人尊敬的先知 就竟然落在 一个大鱼的肚子里面 当然 圣经非常清楚 告诉我们 它是咎由之取 但是整个事件的发展 其实一直到第四章 就是越南书的 最后一章 有一个很鲜明的 一个中心的主题 有一个很鲜明的 一个中心的神学 思想是什么 就是神的主权 我就把这几节的 经文列下来 比如说在第一章 神使海中起大风 这个大风不是 无缘无故的 是在神的主权里面 因为神要教训 这个不听话的人 然后第四七节 是神安排的 这个大鱼 这个大鱼不是 刚好游过 游过看到 然后一口 不是 是神安排的 神的主权 然后来到第二章 最后的一节 第十节 刚才我们读了 是神吩咐那个鱼 你不要把它继续吃掉 你把它吐出来 而且吐出来 神吩咐什么 把它吐到汉地那边去 如果在望远大海当中 神吩咐鱼吐 鱼吐 那个院还是很糟糕 但是神 你看 神的这个引领 神的保守 是很周全的 神说吐在汉地上 我们继续 往前 来到第四章 第四章 当这个院 在一个小山上 要看这个泥泥尾城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 几个字 同样的字眼出现的 是神安排了一个匹马 到第四章 我详细来讲 什么是匹马 它基本上 是一个草本植物 但是有很大的叶子 但是长起来 那个很大的叶子 就可以遮一下太阳 但这个院纳在享受 这个很阴凉的时候 神安排了一个虫 咬这个匹马 这个匹马就固死了 然后呢 神又安排 这个炎热的东风 为什么东风呢 不是西风呢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打麻将 东风是因为 从东边吹过来 从东边的沙漠吹过来 从东边阿拉伯大沙漠吹过来 那些风呢 一吹过来那些草都会孤的 很炎热的东风 是神安排的 各位这几个字眼 作者描述事件的发展 然后他刻意用同样一个字眼 师父他就是一直要告诉他的作者 他就是要强调一件的事情 就是神的主权 神的能力 和神的引导 但是神的主权 神的能力 神的引导 他不是在乱发脾气 他不是在显示我有多威风 是要他在 他这样的一个主权 能力 引导当中 让我们多认识他 当我们多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再继续在跟从耶稣的 这个属灵的道路上 我们能够站立的稳 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 我们也看到在神绝对的主权当中呢 神用恩典保守了那些无辜的水手 那个无辜的船长 他们正是无辜 他们遭遇那个危险 是因为有一个 猴呆谁 就是应该要教训一下的 越南在船上 但是他们把越南丢出去的时候 丢到海里的时候呢 这个海就恢复了平静 在神绝对的主权里面 他同样用恩典来管教和引导越南 以至于越南能够很诚实的 或者是卑鄙 但是没关系 卑鄙要面对自己的软弱 卑鄙要面对自己的失败 各位有时候我们在痛苦当中呢 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一直要扮演一个 superman的形象 我们一直要告诉别人 我们很好 当越南真正被逼 要去面对自己的软弱 要面对自己的失败的时候 他就会重新认识他自己 他就会重新认识 他所侍奉的主呢 是怎么样的 以至于在第三节 各位在第三节 越南就在危急当中 他就承认和宣告神的主权 第三节他这么说 你将我投下生烟 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了我 你的波浪红套都慢过我的身 他承认这个是神的主权 是你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 使到我能够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我反省 使到我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 我能够多认识 这个爱我的上帝 各位我们无心自问 我们祷告最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生病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遭遇到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 有一些我们觉得 哎呀靠我不能解决了 主啊你帮助我的时候 我们无心自问 当我们 祷告最多的时候 其实就是神引领我们 拉我们 越来越靠近他 当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太过顺利了 我们觉得 哎呀我的成功 我的事业 我各方面都很好 是我自己的能力 我们其实是越来越离开神了 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 这个爱我们到底的神 不会让我们越来越远了 他就要把我们拉回来 正如这个愿拿一样 当越拿在鱼的肚子里面 呼求和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 我们继续来看 他怎么样在危急当中 危难当中来呼求神 这个是第二章 主要的这个内容 我们来看第二节 到第六节的上半节 在这边呢 其实第二节 一直到第九节呢 是这个越拿在这个 大鱼的肚子里面 他的祷告 他是以一个 以色列人传统的 这个的四个的格式 这个format来呈现的 以色列人呢 他们四个的这个的格式呢 有几个基本的 今天我们只学一个 就是叫做什么叫做 统一平行 统一平行就是 他会用两句话 然后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跟第三个部分 是一样的 第二个部分跟第四个部分 是一样的 你觉得很抽象是吗 我们来就看这个例子了 我们把它分为 A A dot B和B dot A跟A dot呢 是一样的意思来的 他是要用不同的句子 表达一个的思想 或者一个的想法 B和B dot 也是讲同样的事情的 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吧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一个句子 认识资生子 便是聪明 第二个句子 他就是敬畏耶和华 认识资生子 是同样意思 智慧的快端 聪明 是同样一个意思 我们回来越南书 当越南这么说的时候 你看 这个第二节呢 是哪来开启 整个越南的祷告的一把 很重要的钥匙来的 我们明白了这个第二节 我们还能够继续去明白 在越南的这个祷告里面 他用了以色列人最普遍的一个 诗歌的表达方式 就是同意平行 来 我们一起来看 这边说 我遭遇患难 我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 我从阴间的身处呼求 你就服听我的声音 他就是要强调 我遭遇的患难 他要强调 我是从阴间的身处来呼求的 在这边你就看到 越南把他的患难 他的处境 比喻成为阴间的身处 那个真的睡都挺得意的 他就是要告诉上帝 我知道 我现在是在一个最糟糕 最糟糕的一个情况里面 但是 他也说 当我呼求的时候 你就应允我 当我呼求耶和华的拯救的时候 耶和华 你就服听我的声音 我们这样来理解 来读这个希伯来人 或者以色列人的四个的时候 我们有更深的一个感受 他是用一个double 一个重复 的一个的方式 一个的手法 一个的技巧 把一些的观念 深深的打入我们的心里面 这样的一个文学技巧 我们就可以看到 越南把他的患难形容成为 阴间的身处 那个是最可怕 最无助 最绝望的地方 因此呢 在第三节 一直到第六节的三半节 越南就继续说 我这个绝望 我这个无助 我这个最困难的处境 到底是怎样的 比如说这个 第六节的三半节 他说 吓到三根 第三节 头下声烟等等 刚才我们读了 我就不重复了 第四节 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 哎呀 他忽然间想到 他忽然间醒悟过来 不是我逃避上帝 不是我要离开上帝 表面上是我 哎我逃避上帝 其实他知道 如果我悖逆 我不顺服了 神会把我 从他的面前赶走 但是说 当我被赶走的时候 幸好 我还能够仰望 你的圣殿 第五节 他说 珠水怎么样 环绕我 肌肤淹没我 另外一些圣经的翻译 我几乎就是 呼吸不过来 我透不过去 我几乎要死 然后第六节 说 我下到三根 三根就是 海的最深 最深的地方 然后那边说 地的门 将我永远关住 地的门 这里就是说 地狱的门 地狱 代表死亡 地狱 代表永远 跟神隔绝 他说 这个地狱的门 将我永远的关住 各位有比这个 更糟糕的出景吗 其实从第一节 或者第一章 当月娜 决定不顺服神的时候 当月娜决定逃避神的时候 当月娜 把他的想法 复制与行动 从这个月爬 大船要离开的时候 他就走向了一个 一直往下的 一个的旅程 圣经的作者 就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细心一点 我们就察觉到 第一章第三节 他下到月爬 第一章第三节的下半节 他下到船上 虽然我们的中文的翻译 是说他上船 但是原来是这样 下的 从陆地下到船那边 第五节 他下到那个船最底的地方 第一章第十五节 他被泡到海里面去 然后继续地下沉 然后在我们刚才所讲 第二章的第六节 他下到这个海的最深的地方 下到三个 一个当我们决定抵挡上帝 当我们决定不听上帝的话 当我们决定逃避上帝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像越南一样 走向一个 一直往下的一个的旅程 最后第二章第六节 下半节他说 三根 下到最低的地方 三根这个字眼 在整本圣经里面 只出现过在这边 就是在形容 这个越南非常糟糕的处境 对以色列人来说 三根地狱的门 就是死亡的世界 越南已经堕落到极点 当我们背弃神的同时 我们唯一的方向 就是远离神 我们唯一的方向就是 继续地沉沦 一个越来越离开上帝 一个离上帝越来越远的 一个的方向 看看信悦的那个浪子的比喻 当耶稣说的这个浪子的比喻 这个浪子决定 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命我做主 我要去吃喝玩乐享乐 他是不是离开他的家越来越远 离开他所爱的爸爸越来越远 其实就是离开他儿子的身份 越来越远 各位 当我们继续看第六节的 下半节的时候 当耶稣说我下到三根 睡到贼的时候 当地狱的门 将我永远关注的时候 他真紧张 他真害怕 因为地狱的门一旦关注 就不会再打开了 就再没有回转的一个的 没有回转的一个的希望 这个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结局 各位死亡 真的是无可避免吗 让我们一起 一起大声地读这个 第六节的下半节 就是这个红色的 来 我们一起念 来 一二三 耶和华 我的神 你却将我的生命 从坑中救出来 各位为什么我要你们念 因为这节经文 耶和华我的神 第一 他再次承认 神是他的神 当他承认 神是他的神的时候 他就承认神的主权 然后他说 你却将我的生命 我几乎就要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就 门就不再打开了 但是呢 你却将我的生命 从坑中啊 最糟糕的地方啊 救出来 却 这个字眼 是扭转了整个局面 却这个字眼呢 前面讲的 跟后面讲的 因为中间有了一个 却这个字呢 后面的经历 后面的局面 就完全地被扭转了 各位 这一个却 或者是这个第六节的下半节呢 就是逆转 逆转就是完全翻转 逆转了一个 往下的一个的旅程 刚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一直讲 越南就是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现在因为他重新醒悟 上帝是救我的上帝 他就开始可以上来了 他就开始可以离开 跟神的距离呢 是越来越靠近了 这个就是 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 我们的困难 被逆转的一个很关键的 我们一个的信念 所以各位 在我们人无助的时候 唯有上帝能够施行神迹 神的拯救 真的是一个强有力的 一个的逆转 当我们经历了这个 强有力的逆转的时候 越南就不仅 发出一个感恩的敬拜 记得哦 他讲的这个感恩的敬拜 他还在肚子里面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 我们承认神的主权 我们宣告神的荣耀 是不受环境而约束的 是不受环境而改变的 你看保罗 保罗跟希拉在菲利比 当他第一次把福音 因着这个意象 马其顿的意象 他第一次把福音 从亚洲大陆 带到欧洲大陆的时候 却在菲利比这个地方 第一个他停下来的地方 被打 被关监牢 但是他在监牢里面 什么呢 他不是 哎呀真的是衰啊 我不应该来这边啊 哎呀为什么我来这边啊 哎呀神为什么你把我带到来这 没有啊 圣经说他跟希拉在那边 大声赞美神哦 然后大声赞美神死到 那个监狱的门都摇动 都打开啊 那个门 我们的敬拜 我们赞美不受环境而改变 我们对神的信心 我们对神的爱 也不受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来改变 还有啊 后来保罗 他的传福音的生涯里面 太多的困难 太多的危险 太多的苦难啊 死路行传结束的时候 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但是就是那一次 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他写下了菲利比书啊 菲利比书我们称为什么呢 喜乐之书啊 哎呀保罗你在监狱里面 你还讲什么喜乐 你也是 真的是差不多 睡到体贼的 你还讲喜乐 他说是啊 我靠主常常喜乐 我在说 我们要喜乐 在监狱里面 不自由当中 可以自由地宣告 敬拜和赞美 好 各位我们一起来 为着这一个的第二章 悦朗书第二章的经文 我们来做一次的反思 我们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 详细的查考 当中一些重要的 一些神学的观念 一些重要的神的行动 一些重要的人的回应 现在我们把这些的 圣经里面的世界 圣经里面的教授呢 应用在我们今天 我们实在的 真实的生活里面 第一 想念 我们来看第七节吧 第二章第七节 他说我的心 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啊 就是我呼吸不到的时候 我几乎就是因为 哲戏要死的时候呢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就进入你的圣殿 各位 越拿这个一直向下的旅程 然后到得到神的拯救 第七节到第九节 有三个动词 这三个动词呢 就代表了 他怎么样从一个 一直往下的旅程 现在一直往上了 第一 他说我从海底啊 我仰望圣殿 圣殿是在哪里呢 圣殿 如果说耶路撒冷的圣殿 他是在犹大地 差不多一个最高的地方 之一 在这个高山上面的 这个圣殿 靠近的人 要看到圣殿的时候 就是看到 仰望 他说我在海底的时候 我仰望圣殿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然后他说什么呢 我说 他说 我的祷告 来到你的面前 越拿的 惭愧 越拿的祷告 越拿的敬拜 从海底 去到圣殿 后来去到天上 神的面前 这个是一个 往上的 一个的旅程 所以呢 第一 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 发昏的时候啊 我感觉到我的生命 一点一滴的流走的时候啊 我的生命在这个 九死一生的时刻啊 越拿 想念 耶和华 想念 另外一个的翻译 他 记得 他记得 我是上帝的子女 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呼求呢 其实就是 建立在 我们跟神 以往的关系里面 你不会呼求一个 你不认识的人 他懂得 在他生命 最糟糕 也在他的生命 一点一滴 溜走的时候 几乎要死的时候 他记得神 是因为 他曾经在之前 跟神有过 一个同行的 一个的经历 各位也是一样的 今天 今天我们在患难 我们在一个的危险 我们在一个不如意的情况当中 让我们 想念 或者回想 我们跟神的关系 让我们 从当中呢 再次学习 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过往跟神同行 成了我们面对 困难的本钱 我们过往怎么样 与神同行 神怎么样祝福我们 神怎么样带领我们 神怎么样供应我们 神怎么样赦领我们 神怎么样医治我们 成了我们 面对 挑战的本钱 如我们在 无风无浪的时候 我们忘记神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本钱 所以各位 我们在无风无浪 一帆风顺的时候 我们感谢神 我们赞美神 我们好好操练 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对神的 那个的信心 换句话说 我们对神发出的 这个呼求呢 是建立在 我们跟神 过往的 经历当中 好 还有呢 我们是在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很沮丧 我们怨天尤人吗 但是越南呢 你看她 是她有跌倒的时候 她有暖落的时候 但是因着她 过往 她对神的认识 她过往 跟神同行的经验 让她有足够的 确据 assurance 她有足够的确据 她有足够的信心 她知道 只要我呼求神的时候 神必不会离弃我 在整篇的导文当中呢 当提到 神的拯救的时候呢 越南甚至是用一个 神已经拯救我 神还没有拯救她 她还在肚子里面 但是因着她 对神有确实的信心 她说 神已经拯救我了 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 是如何 我们跟神的关系 足够成为 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们依然 坚持跟神同行吗 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 足够让我们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信心向神呼求吗 所以我们的 现在我们过着 门徒的生活 disciple 就很重要了 第二点 或者第二个动词 在第八节到第九节 第一个动词 第二个动词是感恩 或者感谢 每一次靠神渡过难关 每一次 每一次经历神的拯救 每一次经历神的安慰 每一次经历神的 一个的意志的时候 我们就是多一次经历神 我们多一次经历神呢 就为我们的信心呢 打多一分 打多一点 稳固的一个的根基 所以耶娜就在她的导文里面 她就表达了 我对神的这个恩典 有了多一层的认识 有了新的体验 我要用感恩当作这个祭 来献给上帝 第八节到第九节 的上面的 她说 我必用感谢的声音呢 献祭于你 各位 每一次的感恩 都代表 我们对神再一次的尾声 我们对神再一次的献上 我们对神再一次的宣告说 神的主权 临到我的生命里面 神的旨意 行在天上 行在我的生命里面 如同行在天上 感恩 最后第三 还愿 这个第九节下半节 因为哪就这么说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感恩或者是许愿 跟还愿 是一定要在一起的 许愿还愿 这个还愿 就是一个 谁做许愿的 一个必然的行动来的 各位你有没有想到 想过 愿在鱼的肚子里面 他像神许什么愿呢 哎呀 快点把我吐出去 各位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有困难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呼求神的时候 你还记得你所许的愿吗 我们很担心 当我们 哇 脱离苦难的时候 哇 当我们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 我们欢喜快乐到一个地步 我们忘记了 我们曾经向神许的愿 但是越南没有忘记 当他被抛在 狂风大浪的那个海的时候 他苦苦挣扎 但是他发现 他越挣扎呢 他就越往下沉 他还被海草 缠住他的井 都呼吸不到 快要断气 神提醒他 神提醒他 我呼召你 向尼尼为城的人 传福音的时候 你却往相反的方向 你尝试要逃避 去踏实的时候 你有想过 尼尼为人 如果没有听到我的福音 尼尼为人 同样是在绝望 同样是在走向死亡的 出井当中 我们真不知道 愿啊 在鱼的肚子里面 他向神 许了什么的愿 会不会 我猜想 没有圣经根据 纯粹是我个人的猜想 会不会那时愿啊 许的愿就是 神啊 如果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就顺服 我就去尼尼为城 宣扬你的福音 各位亲爱神的子女们 耶稣用宝血 所拯救的孩子们 你呢 我们呢 我们还记得 曾经向神许过的愿吗 我们准备 向神 还我们的愿吗 最后一节了 神就吩咐这个鱼 鱼就把愿啊 吐到这个汉地里面 这个就回应了第一章了 第一章那边 第一章结束的时候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 吞了愿啊 他在愿赋当中 三日三夜 然后第二章第一节 他在愿赋当中 向神祷告 这个第二章最后一节 就是告诉我们 整个事情呢 现在是神吩咐的愿 神的主权 依然在那边 这个作者依然再一次 强调和重生神的主权 这个作者也用了 第二章第十节 为越南怎么背逆神 后来怎么被神管教 被神拯救 之后呢 为这个旅程呢 为这个历险祭 为这个患难 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当这个越南 重新踏在这个 汉地的时候 其实越南 也重新站在一个 新的方向 一个顺服神的方向 他的祷告是 以救恩 是出于耶和华 来做结束的 然后他现在就要 为着他所宣告的 这个救恩 是出于耶和华 他就是要把这个信息 带到去 敌人 你你为人 当中 救恩 出于耶和华 各位你说 越南在渔腹里面 三天三夜 可能吗 是神话吗 但是在神 有什么是不能的呢 更何况 在信愿里面 耶稣就用了 越南这个 在鱼的肚子里面 三日三夜 如果是假的 为什么耶稣会用呢 但是耶稣用了 越南在鱼的肚子里面 三天三夜 比喻 他自己将会在 十字架上面 被钉死 然后在死亡里面 三天后 耶稣复活 哈利路亚 赞美上帝 我们在患难当中 护求神 我们在危机当中 护求神 我们在沮丧 低潮当中 护求神 我们在彷徨无助的时候 护求神 因为我们知道 救恩出于耶和华 阿们 感谢神 这个 就带给我 今天晚上 想要问的 最后一个问题 当我们宣告 救恩出于耶和华 当我们记得 我们在患难当中 神是我们的拯救的时候 我们对其他的人 他们在绝望当中的 护求 我们难道 我们难道 无动于衷吗 我们难道不应该 感同身受的 也告诉他们 救恩 是出于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我们 我们都站立吧 我们来祷告 神听我们的祷告 神是我们 随时的帮助 神是我们 患难当中 赐给我们平安的 盼望和拯救 因此如果你要 向神 有这样的一个 祷告的时候 请你来前面 我们为你祷告 长老为你祷告 你有什么 要向神来交托的 要向神来呼求的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没有一个人 像越南 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 既然越南 神都拯救他 神同样拯救我们 你可以自由的 带着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先来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恩 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们再一次承认 宣告你的主权 因为我们知道 你的主权是建立在 你的慈爱当中 你的主权是建立在 你良善的旨意当中 你的主权是建立在 你的心识当中 你的主权是建立在 你的圣洁当中 因此我们满怀信心之道 在你的主权当中 我们全然被你的平安 我们全然被你的能力 我们全然被你的保守来 遮盖 因此当你的孩子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可以来前面 我们一起来 领受神的祷告 我们可以来前面 好 三老个委 三老个委 唱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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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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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能給榮耀為我寡靡 我的醉意比匆忙的茶淚 詞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